大家好,我是根哥。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铁盖茅台, 从哪一年到哪一年它的特点。 然后铁盖茅台分为两部分, 前部分是铁盖后皮,红皮加铁盖。 91年下半年以后,茅台就开始改了, 到96年6月份它都是红帽子, 在铁盖外面加一层这个火棉椒, 这个火棉椒在加之前它是用酒精泡着的,把它套上去。 套上去之后,有的膜比较长,形成一个波浪裙摆, 九尾纹细成为包皮过肠。 这个火棉椒酒精膜, 时间长了之后会变成早红色,深红色发亮。 这个瓶帽子上面会有很多麻坑粉刺一类的东西, 我们这个形容词,麻坑就是有大小不一的凹点, 粉刺就是也有大小不一的凸点, 我们简称为麻坑粉刺。 在火棉椒顶段上面有茅台两个字的暗基, 这个暗基不规则不完全出现, 有的比较完整一点,有的不太完整。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点,就是茅台两个字, 它的字体整个是往上面凸的, 如果你看见是往下面凹的,一定要注意的。 造价分子做这个麻坑跟那个粉刺或者是茅台暗基, 它们都是用工具来往下面压出来的, 压出来的就是凹的。 自然形成的,我们原来自然形成的就是凸的, 这个是很明显的, 而且是我们的自然形成的是很自然的一个痕迹。 它是人工做的,那就不自然, 而且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。 我们这个是自然,每一瓶它的这个马克粉刺 跟茅台的这个暗基都是不规则的, 每一瓶都不规则。 你就看见是一瓶酒都是一样的, 或者是相同的,那这个酒一定要注意的。 然后我们要牢记这个红皮铁盖, 它的时间点的变化。 91年到92年它的生产日期, 在盒子顶盖的内侧, 它的字体是蓝色的。 从93年开始, 它的日期就变化到背标上面, 是红色的字体。 95年它的日期又变化到了盖子上面去了, 酒精膜上面,盖子上面。 从95年以后一直延续到至今, 茅台酒的日期都在盖子上面。 这些重点你们记住了吗? 关注英国,了解白酒。